我被我哥哥欺负有一个月了,我的父母,我的未婚妻未见儿,全都偏心我哥哥,只因为我哥哥顾言初中时走丢了,一个月前,他终于找回家,可是他却被人挖走了一个肾,我哥哥顾言回来后,哭诉这么多年受到的委屈,并且诬告我说,当年他走丢,是因为我要吃糖葫芦,他为了给我买糖葫芦,这才被人拐走。 他被拐走后,饱受折磨,甚至是还被人挖了一个肾,他后腰一个毛毛虫般的伤口十分猙獰,我妈看到后,当即就心疼地哭了,我妈给我痛骂一顿,说哥哥走丢了都是因为我。 要我好好地补偿哥哥,甚至是还让我给哥哥换肾,妈,我没有,我没有让哥哥买糖葫芦,是哥哥自己嘴馋,我哭着对我妈妈辩解,胡说八道。 你哥哥都这么惨了,你怎么还血口喷人呢?肯定就是你的错。 我妈妈继续训斥我,我在这个家无所依靠,甚至是我的未婚妻胃姐都不站在我这面,她甚至怕我哥哥伤心,还推迟了和我的婚约。 孙然,你知道的,你哥哥因为你才受了这么多痛苦,现在你需要好好地补偿你哥哥。 你哥哥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,他要是不出事,可能现在我的未婚夫就是他了,所以,我们的婚约先推迟吧,等你哥哥的身体好点了,咱们再举办婚礼,不然我怕他受不了。 魏姐的一番话,让我如坠冰枯,我看着他,仿佛是看着陌生人一样。 魏姐,你这是什么意思?你是我女朋友,怎么一直为我哥哥考虑?你最该关心的,不应该是我吗? 我眼泪打转,孙然,你太让我失望了。 你怎么就只考虑自己,不考虑你哥哥呢? 魏姐摇着头。 看着我满眼是失望的神色,我看着未婚妻,还有母亲,他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我,全都一味地相信哥哥的话,可是我呢,我也是母亲的亲儿子啊,我才是魏姐的未婚夫,本来我都忍了,但是今天顾言看到了我手上的钻石戒指,哎呀,弟弟这个戒指真好看,给我试试吧。 顾言身手就要抢,这一个月以来,但凡是顾言喜欢的,我母亲和女友都会二话不说满足她,她以为她这次要我的戒指也能得逞,但是她没有看到,魏姐的脸色已经铁青了,不行,这是我和姐的订婚戒指。 哥,这个不能给你,我冷着脸拒绝了她。 顾言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,委屈巴巴地说,你,你误会我了弟弟,我就是事事而已,我也没说要抢你的戒指。 顾言说着,目光就看向了一旁的魏姐,她在等魏姐替她说话,为她出头,就像之前无数次那样,我之前怎么会看上了你? 我真是瞎了眼。 魏姐声音冷冰冰的,厌恶之情浮现于脸上,顾言玩耳一笑,也不委屈了,得意地看着我。 弟弟,你听着没,你未婚妻都已经生气了,现在立刻赶紧把戒指给我,并且向我道歉,否则的话,姐可能会和你退婚的。 顾言,我说的是你。 魏姐走到我身边,然后挽着我的胳膊,她看着顾言的眼睛里充满了厌恶,顾言吃惊地看着魏姐, 她想不懂为什么魏姐会突然对她说这么重的话。 锦儿,你是不是认错人了? 我是顾言啊。 顾言此时梦了,这一个月,我对你已经够好了。 虽然你和我一起长大,但是森然才是我的未婚夫,请你立刻,马上,向森然道歉。 魏姐的一番话,如同炮弹一般打在了我哥哥的身上。 她不敢相信地看着魏姐,后退了两步。 姐,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让你误会了? 你忘了吗? 我因为要给森然买冰糖葫芦,所以才被人拐走,甚至是我的肾脏都被挖走了一个了。 这一切都是森然造成的,你现在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? 顾言的眼里充满了泪水,她试图用自己悲惨的遭遇来换取魏姐的同情,魏姐里都不理她,甚至还冷笑了一声。 她搂住我温柔地说,森然,是我不好,以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 走,老婆带你去吃法餐。 魏姐说着,就勾着我的肩膀,上了车,顾言看着汽车尾灯,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,她愤怒地躲着脚,口中恶狠狠说,好。 顾森然,算你狠,我这就让咱妈把你的肾换给我。 当天晚上,我拎着魏姐送我的黑天鹅蛋糕回家,开灯进门的那一刻,我看到顾言在客厅里打游戏,她看见我抱着一大堆礼物回来后,眼睛顿时就亮了。 见我要回卧室,游戏也不玩了,起身就拦在我身前,不让我回去,顾言什么也不说,伸手就来拿我的蛋糕,你干什么? 我皱眉。 你怎么知道,我最近想吃蛋糕了,这个给我吃,我给你转账红包。 顾言随口说道,你有病,想吃蛋糕自己买去。 我心里冷笑,这黑天鹅蛋糕价值两千块,顾言啥工作没有,根本买不起,哪里会给我转账红包呢? 你,别给你脸不要脸,你以为现在游戏罩着你,你就能和我装逼了? 她不过一时鬼迷心窍而已,明天我分分钟让游戏离开你,你信不信? 顾言威胁我说道,呵呵,你不知道吧,这个黑天鹅蛋糕就是戏给我买的。 我说,顾言眼睛被气得发红,二话不说,朝我就冲了过来,争执之时,蛋糕掉落在地上。 碎了一地,破蛋糕,我就吃。 我告诉你,妈妈可是在屋子里的。 你知道的,妈妈现在非常偏爱我,你要是敢和我嘚瑟,妈妈能把你免出家门。 而且,你也别忘了,我现在少一个肾都是拜你所赐,你再不认清自己,妈妈会让你把你的肾移植给我的。 顾言说着,一脚把地上的蛋糕踢出去很远,蛋糕碎了一地,客厅里的声响太大,把卧室里的母亲吵醒了,你俩大半夜不睡觉,干什么呢? 妈妈走出门,顾言一看,瞬间化身白莲花。 我见犹怜的哭诉道,妈,我不知道为啥小妹脾气这么大,刚回来就朝我发火,你看蛋糕让她踢的都踢碎了,本来我还想吃的,我服气了,顾言这个老六倒打一耙的本事是真的厉害。 我刚想解释,我就看到我妈的脸色变了,我想,完了,我妈又要骂我了,哥哥回来这一个月,我妈什么事都会偏心哥哥,哪怕明知道哥哥是错的,也会偏心,你说是弟弟踢的蛋糕,但是蛋糕怎么在你弟弟身后呢? 这分明就是你踢的,我妈妈眼神凌厉地看着哥哥。 哥哥哥瞬间愣神,怎么回事,他慌了,我,我,顾言皆把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,妈,你今天怎么了? 你看看我,我在外面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,肾还没了一个,弟弟就不能让着我点吗? 毕竟这一切都是他的错,顾言眼泪巴搭巴搭地就掉了下来,要是以往,我妈肯定会二话不说,让我给哥哥道歉,但是这一次,似乎有点不一样,你当年自己想吃毒食,背着弟弟去吃糖葫芦,你这才被人拐卖的,你自己贪小便宜,怎么能赖在你弟弟身上呢? 我妈生气地说,顾言梦了,她后退几步,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妈,这一切都是怎么了? 我妈怎么会知道她所做的一切? 我妈不管顾言的猛逼,甚至是顾言的哭泣,我妈也不管了,这个黑天鹅是你踢翻的,你赶紧收拾了。 我妈留下一句话后,然后她拉着我就进了卧室,封锁上房门,我妈拉着我的手,坐在了床边,妈,你怎么了? 我有些奇怪地看着她,我妈叹了口气说,这一个月,委屈你了森然,都是妈妈的不好,妈妈不该厚此薄比。 妈,你别吓我,到底怎么了?发生了什么事? 我继续开口问,我,我刚刚做了一个梦,我妈欲言又止。 什么梦啊? 我妈妈搂着我,生怕我消失离开她一般,妈妈你放心,我不会离开你的。 我安慰着她,这一晚上,我妈都是搂着我睡的。 顾言在门外,气得牙痒痒,把蛋糕收拾好之后,她生气地把托布和条肘扔在一旁,拿着手机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 她回房间后,她的手机就响了,她一看,脸色大变,喂,杨哥,顾言小心翼翼地接通电话。 呵呵呵,顾言,我以为你不记得我了呢,我知道你回国了,说吧,欠我的二十万,什么时候能还我? 电话那头冷哼说道,杨哥,你放心,我一定会还你的。 顾言解释,还我?你拿什么还?你有个屁的本事?我现在可知道你的家庭住址,要是你不还钱,别怪我弄死你。 杨哥阴森地说,不会的,不会的。杨哥,我,我弟弟答应给我换肾,到时候我把他的肾给你,二十万足够了。 顾言说道,呵呵呵,行,你知道就好。 挂了电话后,顾言面露阴狠,人不为己,天诛地面。 顾森然,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第二天一早,我刚醒来,我妈妈就已经做好了早饭,今天是周末,我睁开眼都已经是快九点了。 我走出门,看到顾言一脸怨愤地坐在餐桌前,森然,你醒了,快来吃饭。 我妈笑呵呵地对我说,嗯啊。 我迷迷糊糊地坐在椅子上。 可算是醒了? 你要是不醒,我都要饿死了。 也不知道咱俩谁是病人,顾森然,你不出来妈都不让我吃饭,我可是少了一个肾呢。 顾言阴阳怪气地说,我妈瞪了她一眼,递给她碗里一个大馒头,然后把一个鸡蛋放在了我的碗里。 森然,先吃个鸡蛋,这段时间你都瘦了。 我妈说,妈,我都是病人了,你怎么不把鸡蛋给我,还给她呢? 顾言撅着嘴,你闭嘴吧,你都吃了一个月的鸡蛋了,以前早餐鸡蛋都被你吃了。 你再吃,胆固醇都高了,以后你就多吃点馒头吧,多吃粗粮对身体好。 我妈翻了一个白眼。 妈,顾言还要辩解,却被我妈妈打断,吃饭就别说话,容易呛着。 我忍不住好笑,然后我妈妈不断地给我夹菜,顾言气得脸色发白,吃完早饭后,我未婚妻就来到我家,今天胃姐要和我去挑婚纱,顾言气得直接把网块拍在了桌子上。 什么?你俩要选婚纱?你们不是已经把婚礼延期了吗?怎么还选婚纱? 胃姐看着顾言,仿佛是看弱智一般,怎么?我和森然的婚礼还需要知会你吗? 于是,胃姐拉着我就走出了门,碗块收拾一下,看你吃的,弄了一桌子。 我妈妈扫了一眼顾言,也跟着我去挑选婚纱,在车上,胃姐和我妈妈都对我关怀备致,我问胃姐怎么了?为什么变化这么大? 胃姐支支吾吾的,也说自己做了一个梦,梦里她被人拔了氧气管。 我有点好奇,怎么胃姐和我妈妈都做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梦,我们一上午选好了婚纱,订好了酒店,就打算通知亲友,参加我和胃姐的订婚宴,哪知道这时候医院给我打来了电话,你好,请问是顾言的亲属吗? 顾言现在已经住院,家属快过来签字。 我们三个于是着急忙慌地前往医院,进了医院病房,就看到顾言一脸虚弱地躺在床上,妈,弟弟,你们来了。 顾言挣扎着起身,但是看出来十分疲惫,顾言,你怎么了?怎么突然就进医院了? 我妈心疼地坐到床边,用手轻轻地扶着顾言,我可能不行了,妈,弟弟。 你们不用管我。 顾言眼睛又闪烁着泪花,你说到底怎么了? 我妈着急了,顾言毕竟是她的儿子,天下没有母亲看着儿子生病不难受的,我,我的肾脏坏死了。 现在急需要一个健康的肾脏给我移植,顾言说着话的时候,目光看向了我,我心中都是恍然,原来是在打着我肾的主意啊,可能是这些年,我吃的苦太多了,身体营养不良,导致我这仅剩的肾脏严重萎缩。 哎,虽然我弟弟有两个健康的心脏,但是我怎么忍心让弟弟给我移植呢? 顾言楚楚可怜,我妈妈犹豫了,虽然顾言做了很多错事,但是毕竟是我妈妈的亲生儿子,可是我也是妈妈的亲生儿子,他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。 就在此时,门外冲进来了一些记者,这些记者号称是家庭生活方面的权威记者,一进来就开始采访我妈和顾言,听说您家大儿子刚被找回来,您要怎么补偿大儿子呢? 顾言这么多年在外面,而且还被挖了一个肾,过得如此凄惨,当父母的和当弟弟的是否要对此负责呢? 如今您的大儿子仅剩下的肾脏也坏死了,你要怎么办呢? 这些人拿着手机就开始对是我家人开始录像,我已经脑补了之后,社交媒体上一系列的议论。 甚至是会有很多人抨击我妈妈和我,我哥哥小白脸和受害者的形象就完全立起来了。 此时,一个记者拿着手机就开始对我拍照,请问顾森然先生,听说你和你哥哥的肾脏匹配度很高,你会给你哥哥捐一个肾吗? 毕竟这能救你哥哥一命呢。 记者的话直接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,我余光扫了一眼顾言,他嘴角轻笑,十分得意,我摇头,我拒绝。 我哥哥的肾脏不是我挖的,我如果失去一个肾脏,我以后的生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。 我非常果断地拒绝了,毕竟谁会为了一个不亲的亲人奉献自己的肾脏呢? 我的一番话,立刻就在网络中被口诛笔伐。 记者和网友们都开始在线抨击我,无情无义,没有亲情,是一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,你这样良心不会痛吗? 他可是你的亲哥哥呀。 记者继续追问我,我还未说话,我哥哥顾言就继续开口了,别说了,我弟弟也不容易, 他可能有他的想法,我理解他,毕竟人都会为自己考虑的。 顾言渲然欲气,你看看,哥哥多为你着想,你这个当弟弟的好意思吗? 就是啊,你们同为兄弟,你就忍心看你哥哥这样去死吗? 一瞬间,我成了罪人。 所有的记者都对我口诛笔伐,仿佛我是杀人凶手。 我看着顾森然眼里的得意,似乎吃定了我一定会给他军肾,我哪有时间和他们撕逼,转身就走。 能让我军肾,算你厉害。 当天没有什么结果,顾言还继续住着院,哪知道,第二天,这些记者居然找到了我工作单位,想都不用想,一定是顾言告诉他们的,记者们的到来,给公司的正常运作带来了影响,同时对我议论纷纷。 甚至是这天,顾言坐着轮椅来到了我们公司,他手背上梳着叶,身后是一个衣生打扮的男人,推着他的轮椅。 孙然,你哥哥来了。 我在同事的提醒下看到了他,顾言,你到底要干什么? 我走过去冷声说,哎呀,孙然啊,你就这么和你哥哥说话吗,我都要死了,现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你能救我,你不救我,我也不怪你,但是我就想临死之前看看你啊。 顾言委屈说,他见到他已经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,然后小声对我说,顾森然,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让妈和魏姐改变了对我的态度,但是现在舆论的影响,你始终是逃不过的,我劝你乖乖地给我捐个肾,我们还能做好姐妹,否则的话,你过不消停。 顾言,顾言阴狠狠狠地说,你,真是厚颜无耻,我刚抄前一步走,哪知道他身后的人一拉轮椅,顾言就倒在了地上。 啊,孙然,我是你哥哥啊,你不但不救我,还要推我,你为什么这么狠心啊? 顾言道在地上,一直哭,我,我没有。 我手足无措,公司同事,健壮,开始纷纷指责我,孙然,你别对你哥哥这样啊,他好歹是你哥哥,就算你不捐肾,也别动手啊。 甚至是我们公司的领导都走了出来,顾森然,注意影响,好好解决你和你哥哥之间的问题,如果传出去,对公司不好,有很多人用手机录视频呢,赶紧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 领导黑着脸。 小声对我说,就在我进退尾骨之时,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,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?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 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,我爸回来了,这周我爸说公司有事要出差,没想到居然今天回来了。 我叹了口气,这一个月,我妈虽然偏心我哥哥,但是还算有理智,但是我爸爸就一点理智都没有偏心我哥哥。 甚至是他第一个说要把我的圣捐给我哥哥的。 如今,我爸爸回来了,估计他要联合我哥哥逼迫我捐圣了。 我爸走进来后,立刻就吸引了全部人的焦点,顾炎看到他的靠山到了后,哭得更严重了。 爸爸,这一周你不在家,他们都欺负我。 尤其是顾森然,他现在都不顾亲情了。 你快管管他。 森然,你看爸爸,现在都对你失望了。 趁着爸爸没发火,你快给我道歉。 顾炎眯着眼说,我说的是你,顾炎。 我爸走了进来,一脚把顾炎的破轮椅踢飞了。 顾炎梦了,他看着我爸不敢相信地问, 爸,你别叫我爸,我没有你这种儿子。 爸爸生气地说,到底怎么回事啊,爸爸你怎么也变了啊。 顾炎哭唧唧地说,呵呵呵,你知道这一周我不在家是干什么去了吗? 我去调查你去了。 顾炎,你把我们骗得好惨。 我爸红着眼睛说,什么呀? 爸爸,你再说啥? 顾炎说,呵呵呵,当年你根本就没有被拐卖。 你是跟着小混混离家出走了。 那个小混混还用你的身份证办了网贷。 你当年为了买水果手机,还割了一个肾。 结果呢,你回家之后,烦咬一口,说是因为你弟弟想吃糖葫芦,你才会被拐卖的。 你可真坏啊你。 我爸爸看着顾炎,恨得牙痒痒,顾炎头皮发麻,脸色刷白。 你,你怎么知道的,顾炎脸色发白,我不但知道这个。 我还知道,你现在的肾根本没有坏,你想要你弟弟的肾还你欠的网贷。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人,根本不配当我的儿子。 从现在开始,你不是我的儿子了。 给我滚出顾驾。 我爸爸对他怒吼。 现场很多人用手机录制视频,很快,事情真相就传遍了网络,原来顾炎是装的呀。 这个人真坏,还想用自己弟弟的肾去还网贷。 桑景天良,顾炎。 顾炎一下子被骂得上了热搜,人设彻底崩塌。 顾炎走后,我问我爸爸,他是怎么知道顾炎的这些阴谋的呢? 我爸爸神色复杂地说,我说出来,你可能不信,我一周之前做梦了。 在梦里,我老了后,顾炎把我送进养老院,把我全部退休金都骗走,然后不给我治病,我爸爸说完。 我也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原来我爸爸做了一个梦,他醒来后,知道了顾炎并不简单,于是就去调查,最终发现了全部阴谋。 顾炎被我父母扫地出门,他跪休原谅,但是没有任何人肯再帮助他了。 顾炎离开家后,上了一个出租车,师傅,去火车站,快。 顾炎紧张兮兮地四处张望,似乎怕有人跟踪一样,顾炎见到车后,没有人跟踪,长出一口气,就在他安心之时。 他发现,这条路好像不是去火车站的路,师傅,你走错路了吧。 出租车司机没有理会顾炎,继续开车,车子朝着更加偏僻的路行驶而去,师傅,这不是火车站的路。 师傅停车,我要下车。 出租车司机冷冷地说,顾炎,你以为你能跑吗? 既然你弟弟没有给你捐肾,那你就用你自己的肾还债吧。 顾炎大惊失色,你,你是杨哥。 杨哥撤掉脸上的口罩,露出大黄牙,顾炎,你跑不掉的。 救命啊! 顾炎敲打车窗,可是任他怎么敲都逃脱不掉了。 后来,我和魏姐步入了婚姻殿堂,并且有了一个自己的宝宝,顾炎这个名字, 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殆尽,直到有一天,省里抓住了一个犯罪分子, 据说这个罪犯手里有数条人命,而且干着器官交易的买卖, 其中一条人命叫做顾炎,警察找到我和我父母,让我们去做笔录, 并且警察找到了抛尸地点。 挖出顾炎的尸体时,已经只剩下一具骷髅了,这个骷髅,双腿断裂,显然生前受到过很大的折磨。 我和父母把顾炎葬入土里,我叹了口气,哥哥,你当然斗不过父母和我了, 因为父母都是重生的啊,我被我哥哥欺负有一个月了, 我的父母,我的未婚妻未见,全都偏心我哥哥, 只因为我哥哥顾炎初中时走丢了,一个月前,他终于找回家, 可是,他却被人挖走了一个肾,我哥哥顾炎回来后, 哭诉这么多年受到的委屈,并且诬告我说,当年他走丢。 是因为我要吃糖葫芦,他为了给我买糖葫芦,这才被人拐走, 他被拐走后,饱受折磨,甚至是还被人挖了一个肾, 他后腰一个毛毛虫般的伤口十分猙獰,我妈看到后,当即就心疼地哭了。 我妈给我痛骂一顿,说哥哥走丢了都是因为我, 要我好好地补偿哥哥,甚至是还让我给哥哥换肾, 妈,我没有,我没有让哥哥买糖葫芦,是哥哥自己嘴馋, 我哭着对我妈妈辩解,胡说八道, 你哥哥都这么惨了,你怎么还屑口喷人呢,肯定就是你的错。 我妈妈继续训斥我,我在这个家无所依靠, 甚至是我的未婚妻胃姐都不站在我这面, 她甚至怕我哥哥伤心,还推迟了和我的婚约。 森染,你知道的,你哥哥因为你才受了这么多痛苦, 现在你需要好好地补偿你哥哥。 你哥哥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,他要是不出事, 可能现在我的未婚夫就是他了, 所以,我们的婚约先推迟吧, 等你哥哥的身体好点了,咱们再举办婚礼, 不然我怕他受不了。 卫姐的一番话,让我如坠冰枯, 我看着他,仿佛是看着陌生人一样。 卫姐,你这是什么意思? 你是我女朋友,怎么一直为我哥哥考虑? 你最该关心的不应该是我吗? 我眼泪打转,森染,你太让我失望了。 你怎么就只考虑自己,不考虑你哥哥呢? 卫姐摇着头,看着我满眼是失望的神色, 我看着未婚妻,还有母亲, 他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我, 全都一味地相信哥哥的话, 可是我呢,我也是母亲的亲儿子, 我才是卫姐的未婚夫。 本来我都忍了, 但是今天顾炎看到了我手上的钻石戒指, 哎呀,弟弟这个戒指真好看, 给我试试吧。 顾炎伸手就要抢, 这一个月以来, 但凡是顾炎喜欢的, 我母亲和女友都会二话不说满足她, 她以为她这次要我的戒指也能得逞, 但是她没有看到, 未婚妻的脸色已经铁青了, 不行, 这是我和婚妻的订婚戒指。 哥, 这个不能给你。 我冷着脸拒绝了她, 顾炎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, 委屈巴巴地说, 你, 你误会我了弟弟, 我就是事事而已, 我也没说要抢你的戒指。 顾炎说着, 目光就看向了一旁的卫姐, 她在等卫姐替她说话, 为她出头, 就像之前无数次那样, 我之前怎么会看上了你? 我真是瞎了眼。 魏姐声音冷冰冰的, 厌恶之情浮现于脸上, 顾炎玩耳一笑, 也不委屈了, 得意地看着我, 弟弟, 你听着没, 你未婚妻都已经生气了, 现在立刻赶紧把戒指给我, 并且向我道歉, 否则的话, 姐可能会和你退婚的。 顾炎, 我说的是你。 魏姐走到我身边, 然后挽着我的胳膊, 她看着顾炎的眼睛里。 充满了厌恶, 顾炎吃惊地看着魏姐, 她想不懂, 为什么魏姐会突然对她说这么重的话。 啊, 锦儿,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? 我是顾炎啊。 顾炎此时梦了, 这一个月, 我对你已经够好了。 虽然你和我一起长大, 但是森然才是我的未婚夫, 请你立刻, 马上向森然道歉。 魏姐的一番话, 如同炮弹一般打在了我哥哥的身上,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魏姐后退了两步。 啊, 姐,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儿让你误会了? 你忘了吗? 我因为要给森然买冰糖胡萝, 所以才被人拐走, 甚至是我的肾脏都被挖走了一个啊。 这一切都是森然造成的, 你现在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? 顾炎的眼里充满了泪水, 他试图用自己悲惨的遭遇来换取魏姐的同情, 魏姐里都不理他, 甚至还冷笑了一声, 他搂住我温柔地说, 森然, 是我不好, 以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 走, 老婆带你去吃法餐。 魏姐说着就勾着我的肩膀上了车, 顾炎看着汽车尾灯, 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, 他愤怒地躲着脚, 口中恶狠狠说, 好, 顾森然, 算你狠, 我这就让咱妈把你的肾换给我。 当天晚上, 我拎着魏姐送我的黑天鹅蛋糕回家。 开灯进门的那一刻, 我看到顾炎在客厅里打游戏, 他看见我抱着一大堆礼物回来后, 眼睛顿时就亮了, 见我要回卧室, 游戏也不玩了, 起身就拦在我身前, 不让我回去, 顾炎什么也不说, 伸手就来拿我的蛋糕, 你干什么? 我皱眉, 你怎么知道我最近想吃蛋糕了, 这个给我吃, 我给你转账红包。 顾炎随口说道, 你有病? 想吃蛋糕自己买去。 我心里冷笑, 这黑天鹅蛋糕价值两千块, 顾炎啥工作没有, 根本买不起, 哪里会给我转账红包呢? 你 别给你脸不要脸, 你以为现在魏姐罩着你, 你就能和我装逼了? 他不过一时鬼迷心窍而已, 明天我分分钟让魏姐离开你, 你信不信? 顾炎威胁我说道, 呵呵, 你不知道吧, 这个黑天鹅蛋糕就是姐给我买的。 我说, 顾炎眼睛被气得发红, 二话不说, 朝我就冲了过来, 争执之时, 蛋糕掉落在地上, 碎了一地, 破蛋糕, 我就吃。 我告诉你, 妈妈可是在屋子里的, 你知道的, 妈妈现在非常偏爱我, 你要是敢和我嘚瑟, 妈妈能把你撵出家门。 而且, 你也别忘了, 我现在少一个肾都是拜你所赐, 你再不认清自己, 妈妈会让你把你的肾移植给我的。 顾炎说着, 一脚把地上的蛋糕踢出去很远, 蛋糕碎了一地, 客厅里的声响太大, 把卧室里的母亲吵醒了, 你俩大半夜不睡觉, 干什么呢? 妈妈走出门, 顾炎一看, 瞬间化身白莲花, 我见油莲地哭诉道, 妈, 我不知道为啥小妹脾气这么大, 刚回来就朝我发火, 你看蛋糕让她踢的都踢碎了, 本来我还想吃的, 我服气了, 顾炎这个老六倒打一耙的本事是真的厉害。 我刚想解释, 我就看到我妈的脸色变了, 我想, 完了, 我妈又要骂我了, 哥哥回来这一个月, 我妈什么事都会偏心哥哥, 哪怕明知道哥哥是错的, 也会偏心, 你说是弟弟踢的蛋糕, 但是蛋糕怎么在你弟弟身后呢? 这分明就是你踢的, 我妈妈眼神凌厉地看着哥哥, 哥哥瞬间愣神, 怎么回事, 他慌了, 我, 我, 顾炎皆把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, 妈, 你今天怎么了? 你看看我, 我在外面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, 肾还没了一个, 弟弟就不能让着我点吗? 毕竟这一切都是他的错, 顾炎眼泪巴达巴达地就掉了下来, 要是以往, 我妈肯定会二话不说, 让我给哥哥道歉, 但是这一次, 似乎有点不一样, 你当年自己想吃毒食, 背着弟弟去吃糖葫芦, 你这才被人拐卖的, 你自己贪小便宜, 怎么能赖在你弟弟身上呢? 我妈生气地说, 顾炎梦了, 她后退几步,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妈, 这一切都是怎么了? 我妈怎么会知道她所做的一切, 我妈不管顾炎的猛逼, 甚至是顾炎的哭泣, 我妈也不管了, 这个黑天鹅是你踢翻的, 你赶紧收拾了。 我妈留下一句话后, 然后她拉着我就进了卧室, 缝锁上房门, 我妈拉着我的手, 坐在了床边, 妈, 你怎么了? 我有些奇怪地看着她, 我妈叹了口气说, 这一个月, 委屈你了森人, 都是妈妈的不好, 妈妈不该厚此薄笔。 妈, 你别吓我, 到底怎么了? 发生了什么事? 我继续开口问, 我,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, 我妈欲言又止, 什么梦啊? 我梦到, 你哥哥回来后, 我对你很不好, 甚至后来, 还逼迫你给你哥哥换肾。 然后, 你一气之下离家出走,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再找到过你, 而在我临终前。 你哥哥才说, 他当年是自己想吃糖葫萝, 才被拐卖的, 我妈说到这, 泪眼婆娑的, 不过好在, 那只是一个梦, 一切都没有发生。 我妈妈搂着我, 生怕我消失离开她一般, 妈妈你放心, 我不会离开你的。 我安慰着她, 这一晚上, 我妈都是搂着我睡的, 顾眼在门外, 气得牙痒痒, 把蛋糕收拾好之后, 他生气地把托布和条肘扔在一旁, 拿着手机, 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。 他回房间后, 他的手机就响了, 他一看, 脸色大变, 喂, 杨哥, 顾眼小心翼翼地接通电话。 呵呵呵, 顾眼, 我以为你不记得我了呢, 我知道你回国了, 说吧, 欠我的二十万, 什么时候能还我? 电话那头冷哼说道, 杨哥, 你放心, 我一定会还你的。 顾眼解释, 还我? 你拿什么还? 你有个屁的本事, 我现在可知道你的家庭住址, 要是你不还钱, 别怪我弄死你。 杨哥阴森地说, 不会的, 不会的。 杨哥, 我, 我弟弟答应给我换肾, 到时候, 我把他的肾给你, 二十万足够了。 顾眼说道, 呵呵呵, 行, 你知道就好。 挂了电话后, 顾眼面露阴狠, 人不为己, 天诛地面。 顾森然, 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第二天一早, 我刚醒来, 我妈妈就已经做好了早饭, 今天是周末, 我睁开眼, 都已经是快九点了, 我走出门, 看到顾眼一脸怨愤地坐在餐桌前, 森然, 你醒了, 快来吃饭。 我妈笑呵呵地对我说, 笨哪, 我迷迷糊糊地坐在椅子上, 可算是醒了, 你要是不行, 我都要饿死了, 也不知道咱俩谁是病人, 顾森然, 你不出来妈都不让我吃饭, 我可是少了一个肾哪。 顾眼阴阳怪气地说, 我妈瞪了他一眼, 递给他碗里一个大馒头, 然后把一个鸡蛋放在了我的碗里, 森然, 先吃个鸡蛋, 这段时间你都瘦了。 我妈说, 妈, 我都是病人了, 你怎么不把鸡蛋给我, 还给他呢? 顾眼撅着嘴, 你闭嘴吧, 你都吃了一个月的鸡蛋了, 以前早餐鸡蛋都被你吃了, 你再吃, 胆固醇都高了, 以后你就多吃点馒头吧, 多吃粗粮对身体好。 我妈翻了一个白眼, 妈, 顾眼还要辩解, 却被我妈妈打断, 吃饭就别说话, 容易呛着。 我忍不住好笑, 然后我妈妈不断地给我夹菜, 顾眼气得脸色发白。 吃完早饭后, 我未婚妻就来到我家, 今天胃姐要和我去挑婚纱, 顾眼气得直接把网筷拍在了桌子上, 什么? 你俩要选婚纱, 你们不是已经把婚礼延期了吗? 怎么还选婚纱? 胃姐看着顾眼, 仿佛是看弱智一般, 怎么? 我和森然的婚礼, 还需要支会你吗? 于是, 胃姐拉着我就走出了门, 碗筷收拾一下, 看你吃的, 弄了一桌子。 我妈妈扫了一眼顾眼, 也跟着我去挑选婚纱, 在车上, 胃姐和我妈妈都对我关怀备致, 我问胃姐怎么了? 为什么变化这么大, 胃姐支支吾吾的, 也说自己做了一个梦, 梦里她被人拔了氧气管, 我有点好奇, 怎么胃姐和我妈妈都做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梦, 我们一上午, 选好了婚纱, 订好了酒店, 就打算通知亲友, 参加我和胃姐的订婚宴, 哪知道这时候, 医院给我打来了电话, 你好, 请问是顾眼的亲属吗? 顾眼现在已经住院, 家属快过来签字, 我们三个于是着急忙慌地前往医院, 进了医院病房, 就看到顾眼一脸虚弱地躺在床上, 妈, 弟弟, 你们来了, 顾眼挣扎着起身, 但是看出来十分疲惫, 顾眼, 你怎么了, 怎么突然就进医院了? 我妈心疼地坐到床边, 用手轻轻地扶着顾眼, 我可能不行了, 妈, 弟弟, 你们不用管我, 顾眼眼睛又闪烁着泪花, 你说到底怎么了? 我妈着急了, 顾眼毕竟是她的儿子, 天下没有母亲看着儿子生病不难受的, 我, 我的肾脏坏死了, 现在急需要一个健康的肾脏给我移植, 顾眼说着话的时候, 目光看向了我, 我心中都是恍然, 原来是在打着我肾的主意啊, 可能是这些年, 我吃的苦太多了, 身体营养不良, 导致我这紧剩的肾脏严重萎缩, 哎, 虽然我弟弟有两个健康的心脏, 但是我怎么忍心让弟弟给我移植呢? 顾眼楚楚可怜, 我妈妈犹豫了, 虽然顾眼做了很多错事, 但是毕竟是我妈妈的亲生儿子, 可是我也是妈妈的亲生儿子, 他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, 就在此时, 门外冲进来了一些记者, 这些记者号称是家庭生活方面的权威记者, 一进来就开始采访我妈和顾眼, 听说您家大儿子刚被找回来, 您要怎么补偿大儿子呢? 顾眼这么多年在外面, 而且还被挖了一个肾, 过得如此凄惨, 当父母的和当弟弟的是否要对此负责呢? 如今您的大儿子仅剩下的肾脏也坏死了, 你要怎么办呢? 这些人拿着手机, 就开始对只有我家人开始录像, 我已经脑补了之后, 社交媒体上一系列的议论, 甚至是会有很多人抨击我妈妈和我, 我哥哥小白脸和受害者的形象就完全立起来了, 此时, 一个记者拿着手机就开始对我拍照, 请问顾森仁先生, 听说你和你哥哥的肾脏匹配度很高, 你会给你哥哥卷一个肾吗? 毕竟这能救你哥哥一命呢, 记者的话直接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, 我余光扫了一眼顾眼, 他嘴角轻笑, 十分得意, 我摇头, 我拒绝, 我哥哥的肾脏不是我挖的, 我如果失去一个肾脏, 我以后的生活也会受到严重影响, 我非常果断地拒绝了, 毕竟谁会为了一个不亲的亲人奉献自己的肾脏呢, 我的一番话立刻就在网络中被口诛笔发, 记者和网友们都开始在线抨击我无情无义, 没有亲情, 是一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, 你这样良心不会痛吗? 他可是你的亲哥哥呀, 记者继续追问我, 我还未说话, 我哥哥孤言就继续开口了, 别说了, 我弟弟也不容易, 他可能有他的想法, 我理解他, 毕竟人都会为自己考虑的, 孤言渲然欲气, 你看看, 哥哥多为你着想, 你这个当弟弟的好意思吗? 就是啊, 你们同为兄弟, 你就忍心看你哥哥这样去死吗? 一瞬间, 我成了罪人, 所有的记者都对我口诛笔伐, 仿佛我是杀人凶手, 我看着顾森然眼里的得意, 似乎吃定了我一定会给他军肾, 我哪有时间和他们撕逼, 转身就走, 能让我军肾, 算你厉害。 当天没有什么结果, 顾言还继续住着院, 哪知道, 第二天, 这些记者居然找到了我工作单位, 想都不用想, 一定是顾言告诉他们的, 记者们的到来, 给公司的正常运作带来了影响, 同事对我议论纷纷, 甚至是这天, 顾言坐着轮椅来到了我们公司, 他手背上梳着叶, 身后是一个医生打扮的男人, 推着他的轮椅, 森然, 你哥哥来了。 我在同事的提醒下看到了他, 顾言, 你到底要干什么? 我走过去冷声说, 哎呀, 森然啊, 你就这么和你哥哥说话吗, 我都要死了, 现在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你能救我, 你不救我, 我也不怪你, 但是我就想临死之前看看你啊。 顾言委屈说, 他见到他已经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, 然后小声对我说, 顾森然,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手段让妈和魏姐改变了对我的态度, 但是现在舆论的影响, 你始终是逃不过的, 我劝你乖乖地给我捐个肾, 我们还能做好姐妹, 否则的话, 你过不消停。 顾言音狠狠地说, 你, 真是厚颜无耻, 我刚抄前一步走, 哪知道他身后的人一拉轮椅, 顾言就倒在了地上。 孙然, 我是你哥哥啊, 你不但不救我, 还要推我,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啊? 顾言倒在地上, 一直哭, 我, 我没有。 我手足无措, 公司同事, 健壮, 开始纷纷指责我, 孙然, 你别对你哥哥这样啊, 他好歹是你哥哥, 就算你不捐肾, 也别动手啊。 甚至是我们公司的领导, 都走了出来, 顾孙然, 注意影响, 好好解决你, 和你哥哥之间的问题, 如果传出去, 对公司不好, 有很多人用手机录视频呢, 赶紧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 领导黑着脸, 小声对我说, 就在我进退尾骨之时, 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,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儿子, 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 一个高大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, 我爸回来了, 这周我爸说公司有事要出差, 没想到居然今天回来了。 我叹了口气, 这一个月, 我妈虽然偏心我哥哥, 但是还算有理智, 但是我爸爸就一点理智, 都没有偏心我哥哥, 甚至是他第一个说, 要把我的肾捐给我哥哥的。 如今, 我爸爸回来了, 估计他要联合我哥哥, 逼迫我捐肾了。 我爸走进来后, 立刻就吸引了全部人的焦点, 顾炎看到他的靠山到了后, 哭得更严重了, 爸爸, 这一周你不在家, 他们都欺负我, 尤其是顾森然, 他现在都不顾亲情了, 你快管管他, 森然, 你看爸爸, 现在都对你失望了, 趁着爸爸没发火, 你快给我道歉, 顾炎眯着眼说, 我说的是你, 顾炎。 我爸走了进来, 一脚把顾炎的破轮椅踢飞了, 顾炎猛了, 他看着我爸不敢相信地问, 爸, 你别叫我爸, 我没有你这种儿子。 爸爸生气地说, 到底怎么回事啊, 爸爸你怎么也变了啊。 顾炎哭嘀嘀地说, 呵呵呵, 你知道这一周我不在家, 是干什么去了吗? 我去调查你去了。 顾炎, 你把我们骗得好惨。 我爸红着眼睛说, 什么呀? 爸爸, 你在说啥? 顾炎说, 呵呵呵, 当年你根本就没有被拐卖, 你是跟着小混混离家出走了, 那个小混混还用你的身份证办了网贷, 你当年为了买水果手机, 还割了一个肾, 结果呢, 你回家之后, 反咬一口, 说是因为你弟弟想吃糖葫芦, 你才会被拐卖的, 你可真坏啊你。 我爸爸看着顾炎, 恨得牙痒痒, 顾炎头皮发麻, 脸色刷白, 你, 你怎么知道的, 顾炎脸色发白, 我不但知道这个, 我还知道, 你现在的肾根本没有坏, 你想要你弟弟的肾, 还你欠的网贷,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人, 根本不配当我的儿子, 从现在开始, 你不是我的儿子了, 给我滚出顾炎, 我爸爸对他怒吼, 现场很多人用手机录制视频, 很快, 事情真相就传遍了网络, 原来顾炎是装的呀, 这个人真坏, 还想用自己弟弟的肾去还网贷。 桑景天良, 顾炎, 顾炎一下子被骂得上了热搜, 人设彻底崩塌, 顾炎走后, 我问我爸爸, 他是怎么知道顾炎的这些阴谋的呢, 我爸爸神色复杂地说, 我说出来, 你可能不信, 我一周之前做梦了, 在梦里, 我老了后, 顾炎把我送进养老院, 把我全部退休金都骗走, 然后不给我治病, 我爸爸说完, 我也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 原来我爸爸做了一个梦, 他醒来后, 知道了顾炎并不简单, 于是就去调查, 最终发现了全部阴谋。 顾炎被我父母扫地出门, 他跪求原谅, 但是没有任何人肯再帮助他了, 顾炎离开家后, 上了一个出租车, 师父, 去火车站, 快。 顾炎紧张兮兮地四处张望, 似乎怕有人跟踪一样, 顾炎见到车后, 没有人跟踪, 长出一口气, 就在他安心之时, 他发现, 这条路好像不是去火车站的路, 师父, 你走错路了吧。 出租车司机没有理会顾炎, 继续开车, 车子朝着更加偏僻的路行驶而去, 师父, 这不是火车站的路, 师父停车, 我要下车。 出租车司机冷冷地说, 顾炎, 你以为你能跑吗? 既然你弟弟没有给你捐肾, 那你就用你自己的肾还债吧。 顾炎大惊失色, 你, 你是杨哥。 杨哥撤掉脸上的口罩, 露出大黄牙, 顾炎。 你跑不掉的, 救命啊。 顾炎敲打车窗, 可是任他怎么敲都逃脱不掉了。 后来, 我和魏姐步入了婚姻殿堂, 并且有了一个自己的宝宝, 顾炎这个名字, 彻底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殆尽, 直到有一天, 省里抓住了一个犯罪分子, 据说这个罪犯手里有数条人命, 而且干着器官交易的买卖, 其中一条人命叫做顾炎, 警察找到我和我父母, 让我们去做笔录, 并且警察找到了抛尸地点, 挖出顾炎的尸体时, 已经只剩下一具骷髅了, 这个骷髅, 双腿断裂, 显然生前受到过很大的折磨。 我和父母把顾炎葬入土里, 我叹了口气, 哥哥, 你当然斗不过父母和我了, 因为父母都是重生的啊, 我被我哥哥欺负有一个月了, 我的父母, 我的未婚妻未见, 全都偏心我哥哥, 只因为我哥哥顾炎初中时走丢了, 一个月前, 他终于找回家, 可是他却被人挖走了一个肾, 我哥哥顾炎回来后, 哭诉这么多年受到的委屈, 并且诬告我说, 当年他走丢, 是因为我要吃糖葫芦, 他为了给我买糖葫芦, 这才被人拐走, 他被拐走后, 饱受折磨, 甚至是还被人挖了一个肾。 他后腰一个毛毛虫斑的伤口, 十分猙獰, 我妈看到后, 当即就心疼地哭了, 我妈给我痛骂一顿, 说哥哥走丢了都是因为我, 要我好好地补偿哥哥, 甚至是还让我给哥哥换肾, 妈, 我没有, 我没有让哥哥买糖葫芦, 是哥哥自己嘴馋, 我哭着对我妈妈辩解, 胡说八道, 你哥哥都这么惨了, 你怎么还血口喷人呢? 肯定就是你的错, 我妈妈继续训斥我, 我在这个家无所依靠, 甚至是我的未婚妻未姐都不站在我这面, 他甚至怕我哥哥伤心, 还推迟了和我的婚约, 孙然, 你知道的, 你哥哥因为你才受了这么多痛苦, 现在你需要好好地补偿你哥哥, 你哥哥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, 他要是不出事, 可能现在我的未婚夫就是他了, 所以, 我们的婚约先推迟吧, 等你哥哥的身体好点了, 咱们再举办婚礼, 不然我怕他受不了, 未姐的一番话, 让我如坠冰枯, 我看着他, 仿佛是看着陌生人一样, 未姐, 你这是什么意思, 你是我女朋友, 怎么一直为我哥哥考虑, 你最该关心的不应该是我吗? 我眼泪打转, 孙然, 你太让我失望了, 你怎么就只考虑自己, 不考虑你哥哥呢? 未姐摇着头, 看着我满眼是失望的神色, 我看着未婚妻, 还有母亲, 他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我, 全都一味地相信哥哥的话, 可是我呢, 我也是母亲的亲儿子, 我才是未姐的未婚夫, 本来我都忍了, 但是今天顾炎看到了我手上的钻石戒指, 哎呀, 弟弟这个戒指真好看, 给我试试吧。 顾炎伸手就要抢, 这一个月以来, 但凡是顾炎喜欢的, 我母亲和女友都会二话不说满足她, 她以为她这次要我的戒指也能得逞, 但是她没有看到, 未姐的脸色已经铁青了, 不行, 这是我和姐的订婚戒指, 哥, 这个不能给你, 我冷着脸拒绝了她, 顾炎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, 委屈巴巴地说, 你, 你误会我了弟弟, 我就是事事而已, 我也没说要抢你的戒指, 顾炎说着, 目光就看向了一旁的魏姐, 他在等魏姐替她说话, 为她出头, 就像之前无数次那样, 我之前怎么会看上了你, 我真是瞎了眼, 魏姐声音冷冰冰的厌恶之情浮现于脸上, 顾炎玩耳一笑, 也不委屈了, 得意地看着我, 弟弟, 你听着没, 你未婚妻都已经生气了, 现在立刻赶紧把戒指给我, 并且向我道歉, 否则的话, 姐可能会和你退婚的, 顾炎, 我说的是你, 魏姐走到我身边, 然后挽着我的胳膊, 他看着顾炎的眼睛里充满了厌恶, 顾炎吃惊地看着魏姐, 他想不懂, 为什么魏姐会突然对他说这么重的话, 啊, 锦儿,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, 我是顾炎啊, 顾炎此时梦了, 这一个月, 我对你已经够好了, 虽然你和我一起长大, 但是森然才是我的未婚夫, 请你立刻马上向森然道歉, 魏姐的一番话, 如同炮弹一般打在了我哥哥的身上,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魏姐后退了两步, 啊, 姐,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儿让你误会了, 你忘了吗, 我因为要给森然买冰糖胡萝卜, 所以才被人拐走, 甚至是我的肾脏都被挖走了一个啊, 这一切都是森然造成的, 你现在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? 顾炎的眼里充满了泪水, 他试图用自己悲惨的遭遇来换取魏姐的同情, 魏姐里都不理他, 甚至还冷笑了一声, 他搂住我温柔地说, 森然, 是我不好, 以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, 走, 老婆带你去吃法餐, 魏姐说着就勾着我的肩膀上了车, 顾炎看着汽车尾灯, 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了, 他愤怒地躲着脚, 口中恶狠狠说, 好, 顾森然, 算你狠, 我这就让咱妈把你的肾换给我, 当天晚上, 我拎着魏姐送我的黑天鹅蛋糕回家, 开灯进门的那一刻, 我看到顾炎在客厅里打游戏, 他看见我抱着一大堆礼物回来后, 眼睛顿时就亮了, 见我要回卧室, 游戏也不完了, 起身就拦在我身前, 不让我回去, 顾炎什么也不说, 伸手就来拿我的蛋糕, 你干什么, 我皱眉, 你怎么知道, 我最近想吃蛋糕了, 这个给我吃, 我给你转账红包, 顾炎随口说道, 你有病, 想吃蛋糕自己买去, 我心里冷笑, 这黑天鹅蛋糕价值两千块, 顾炎啥工作没有, 根本买不起, 哪里会给我转账红包呢, 你, 别给你脸不要脸, 你以为, 现在魏姐罩着你, 你就能和我装逼了, 他不过一时鬼迷心窍而已, 明天我分分钟让魏姐离开你, 你信不信, 顾炎威胁我说道, 呵呵, 你不知道吧, 这个黑天鹅蛋糕就是姐给我买的, 我说, 顾炎眼睛被气得发红, 二话不说, 朝我就冲了过来, 争执之时, 蛋糕掉落在地上, 碎了一地, 破蛋糕, 我就吃, 我告诉你, 妈妈可是在屋子里的, 你知道的, 妈妈现在非常偏爱我, 你要是敢和我嘚瑟, 妈妈能把你撵出家门, 而且, 你也别忘了, 我现在少一个肾都是拜你所赐, 你再不认清自己, 妈妈会让你把你的肾移植给我的, 顾炎说着, 一脚把地上的蛋糕踢出去很远, 蛋糕碎了一地, 客厅里的声响太大, 把卧室里的母亲吵醒了, 你俩大半夜不睡觉, 干什么呢? 妈妈走出门, 顾炎一看, 瞬间化身白莲花, 我见油莲地哭诉道, 妈, 我不知道为啥小妹脾气这么大, 刚回来就朝我发火, 你看蛋糕让她踢的都踢碎了, 本来我还想吃的, 我服气了, 顾炎这个老六, 倒打一耙的本事是真的厉害, 我刚想解释, 我就看到我妈的脸色变了, 我想, 完了, 我妈又要骂我了, 哥哥回来这一个月, 我妈什么事都会偏心哥哥, 哪怕明知道哥哥是错的, 也会偏心, 你说是弟弟踢的蛋糕, 但是蛋糕怎么在你弟弟身后呢? 这分明就是你踢的, 我妈妈眼神凌厉地看着哥哥, 哥哥瞬间愣神, 怎么回事, 他慌了, 我, 我, 顾炎皆把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, 妈, 你今天怎么了? 你看看我, 我在外面受了那么多年的委屈, 肾还没了一个, 弟弟就不能让着我点吗? 毕竟这一切都是他的错, 顾炎眼泪巴达巴达地就掉了下来, 要是以往, 我妈肯定会二话不说, 让我给哥哥道歉, 但是这一次, 似乎有点不一样, 你当年自己想吃毒食, 背着弟弟去吃糖胡萝卜, 你这才被人拐卖的, 你自己贪小便宜, 怎么能赖在你弟弟身上呢? 我妈生气地说, 顾炎梦了, 她后退几步,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妈, 这一切都是怎么了? 我妈怎么会知道她所做的一切, 我妈不管顾炎的猛逼, 甚至是顾炎的哭泣, 我妈也不管了, 这个黑天鹅是你踢翻的, 你赶紧收拾了。 我妈留下一句话后, 然后她拉着我就进了卧室, 反锁上房门, 我妈拉着我的手, 坐在了床边, 妈, 你怎么了? 我有些奇怪地看着她, 我妈叹了口气说, 这一个月, 委屈你了森然, 都是妈妈的不好, 妈妈不该厚此薄彼。 妈, 你别吓我, 到底怎么了? 发生了什么事? 我继续开口问。 我,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, 我妈欲言又止, 什么梦啊? 我梦到, 你哥哥回来后, 我对你很不好, 甚至后来还逼迫你给你哥哥换肾, 然后你一气之下离家出走,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再找到过你, 而在我临终前, 你哥哥才说, 他当年是自己想吃糖胡萝, 才被拐卖的, 我妈说到这, 泪眼婆娑的, 不过好在, 那只是一个梦, 一切都没有发生。 我妈妈搂着我, 生怕我消失离开他一般, 妈妈你放心, 我不会离开你的, 我安慰着他。 这一晚上, 我妈都是搂着我睡的, 顾眼在门外, 气得牙痒痒, 把蛋糕收拾好之后, 他生气地把脱布和条肘扔在一旁, 拿着手机, 就跑回了自己的房间, 他回房间后, 他的手机就响了, 他一看, 脸色大变, 喂, 杨哥, 顾眼小心翼翼地接通电话, 呵呵呵, 顾眼, 我以为你不记得我了呢, 我知道你回国了, 说吧, 欠我的二十万, 什么时候能还我? 电话那头冷哼说道, 杨哥, 你放心, 我一定会还你的。 顾眼解释, 还我, 你拿什么还? 你有个屁的本事, 我现在可知道你的家庭住址, 要是你不还钱, 别怪我弄死你。 杨哥阴森地说, 我们伤害我, 你这么想的事连续尝, 你这么想的事连续尝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